要引荣 要给人家一个难为愉快 不要引起人家烦恼 用慈悲来对治脑海 来对治沉慧 再修不敬观 修无常观 修不敬观 主要对人耐情的关系 对男女关系 咱们讲着那个身体三十六项 你多观一观 你耐眼心不生 感到深入 无我无勒索 再深入咱们前头讲 犯恒品 清净点 关系把入梦还泡 入入店 把一些眨眼的这些不清静的都把它排除了 那这些呢 都叫烦恼 你把烦恼 如果降服了 在你身上不起了 你就有智慧了 有了智慧了 就能够进入道了 能够相信自己的心 没有这些个 断你的最根本的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断了 那相应的烦恼也随时消失了 这是对着烦恼的 就是烦恼结实的 欲尽之 欲尽 欲尽之 以无名烦恼 耐相应烦恼 断一切 注有取的烦恼结构 一切烦恼 从此有耐 从耐生病 有无名 不知道 一切注法 如患 无常 不知道这个 是无名的构厌 所有其贪难 如果把无名断了 断了 智慧生了 这些烦恼就没有了 这些烦恼就没有了 要想修 断这个 尽知的 贪分的烦恼 臣分的烦恼 欲尽分的烦恼 等分烦恼 断一切烦恼根本 贪尽词 是烦恼的根本 经常说三毒 三毒 毒害你的法身 毒害你的智慧 一切颠倒梦想 一切颠倒的分别 都是从根本 无名其量 要想 欲吸之 从颠倒分别 生的是根本烦恼 随烦恼 因身见生的 六十二见 六十二见 就是六十种烦恼 六十二种烦恼 调伏一些烦恼 这个嘛 大家学别的经论 那种教程法术 查一查六十二见 去挂一个看问题的 有六十二种 它有顿根 有利根 烦恼也有利盾 想杀人 那是非常猛烈的 伤害别人 那就叫 箭 杀人自死 就等 凡人贪嗔痴 欲贪的 都是从虚妄颠倒 贪耐心生起量 这叫情感 情感历史 有些个还有许事的业 多生累劫的业 纠缠不清 那这笔账算不清的 没法算 人跟人之间的贪难 不是像人所说 说美男美女 什么叫美 他都是一个源字上的 美没标准的 他看他喜欢 那就缘分 说的缘分 有什么标准呢 这无量节类 习惧 习惧 想要把这些颠倒的分别妄念 根本烦恼 谁烦恼 生的二六十二件 调伏这些烦恼 你先把颠倒的根本把它消灭掉 烦恼就不生了 怎么去消灭他呢 方法很简单 咱们 方向评讲 无助 不助色生心 不助相处为发生心 一切无助 西伯提问佛 在金刚经上说 云和助心 云和降伏其心 这些心的 因神起的 无助不是烦恼 无助就没烦恼了 心不助 心无所助 那还有烦恼了吗 你助三生心 烦恼就来了 要有无助 无助本身不是烦恼 它非烦恼 一切法无助 能达到无助了 烦恼断了 咱们现在这个心 见什么执着什么 见什么住什么 什么能达到无助呢 必须得修 灌 灌这个心啊 无助 无常的 变化的 就忘心啊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立红地藏 随蒙雷泻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名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2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高雄市新行区中山二路470 神号七楼 杨高报恩 民国年间 有一位 人街说唱的艺人 阿和 他从小便双目失明 只能走街串户 讨口饭吃 喂 匣子 别过来了 对啊 别靠近我们 不然打翻了我们的食物 你可赔不起的 先生小姐 你们在这里野餐呢 真不好意思 我立刻走 朋友 来 吃个馒头 谢谢 谢谢 您真是个好人 心善中得善果 我帮助了你 自己也会得到福报 所以 你不必这么谢我 啊 这个世间 真的有存在福报 善果吗 当然啦 善恶终有报的 如果真的是善恶有报的话 那为什么那么多恶人活得好好 而我什么坏事都没做 却一生下来就双目失明 你知道吗 前世 你是一位酷爱吃鱼眼睛的富翁 一生吃鱼眼无数 所以今生才会变成这样 老人家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曾经有一位僧人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只要今生你多多行善 就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难道我的眼睛 真是因为前世的果报 经历了 经历了太多人间冷暖的阿和 渐渐的也开始相信因果有报 他开始尽自己的所能 行善积德 又被我们抓到了 给我狠狠地打 可恶的小乞丐 竟然又敢来偷我店里的烤鸡 老爷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饶也没有用 我今天非打到你的手不可 看你还敢不敢再来偷了 给我狠狠地继续打他 不敢了 饶了我吧 那边是怎么回事啊 一群人在打一个小乞丐呢 好像是那个乞丐偷吃了他们店里的烤鸡 喂 你走远一点 小心被打到 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呢 哼 这不关你的事 你这个瞎子 走远点 他偷了我们店里的烤鸡 你说该不该打 那只烤鸡的钱我来付好了 你们就放过他吧 啊 好吧 如果你愿意付烤鸡钱的话 我就放过他 给你 好的 既然这样 那今天就放过他吧 要是下次你还敢来偷东西吃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小朋友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呢 谢谢您 我没事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去偷东西啊 如果不是饿的不行了 我也不会铤而走险去偷东西 是啊 他如果不是饿坏了 怎么会冒险偷东西吃呢 来 你拿着 以后饿了就买点东西吃 可千万不要再去偷东西了 可千万不要再去偷东西了 谢谢 谢谢 阿和 你干嘛把钱给那个小乞丐啊 很多学佛的人告诉我 这辈子我的眼睛之所以会这样 那都是前世作恶的果报 所以我想在今生多做一些善事 修一些善果 怎么 你还信这些啊 是的 我越来越相信果报了 好吧 希望你的善举能够得到善果 爸爸 难道非得卖掉它吗 唉 我也没有办法 你奶奶生病了 需要前来治病 家里也就这只羊能卖点钱 不卖掉它还有什么办法呢 小羊 对不起 你到了新主人家里 一定要听话哦 你要卖给我的就是这只羊吗 是啊 这只羊又小又瘦 杀了没有多少肉可以吃的 啊 爸爸 你不能将小羊卖给它啊 它会杀掉小羊的 小家伙 大人谈生意的时候 你不要吵 不要插嘴 我不会让你将它带走的 爸爸 爸爸 求求你不要把小羊卖给它 孩子 它出的价格是最高的 我们现在急需要钱呢 小家伙 快闪开 目前是我出最高价的 不 我不会让你伤害它的 好吧 如果有人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我就愿意放弃买它 爸爸 孩子 爸爸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可以把小羊卖给别人 让它们养着 干嘛非要杀掉它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呢 求求你不要杀掉它 求求你了 当阿和得知事情经过后 再一次心生怜悯 他掏出比屠夫还多的钱 递给了那对父子 啊 你知道那只羊的个头有多大吗 你怎么愿意花那么多钱 买这么一只小羊呢 我在乎的不是这只羊的大小 而是它的生命 好吧 那我就算了 儿子 这位叔叔买下小羊 不会再杀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快 快把小羊的绳子给叔叔送过去 嗯 叔叔 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它哦 这只小羊可是非常通人性的 哈哈哈哈 小朋友拿着 这只羊我送给你 啊 你可要好好照顾它哦 叔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我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养一只羊呢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下它呢 您也不是有钱人 这笔钱对您来说也是个不少数目啊 没错 这笔钱的确不少 不过幸好我有这些钱 否则我怎么能救下这只小羊呢 而你们用这笔钱又能为家人治病 这笔钱花的真是值得啊 勘探人心如铁终日杀生造业 他身滋养你身 心上如何忍得 为人若遭疾病便去杀生造业 你愿身体平安 踏起该树再结 他真是一个好人啊 好人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转眼间 几个月过去了 寒冷的冬天来临了 在这个季节里 凭借卖畅谋生的阿和 生活的非常艰难 好冷啊 这么冷的天哪里还能讨到钱 我看还是先找个地方避避风吧 好冷啊 手都快要动枪了 哎呀不好 所幸 山洞堆积了一些厚厚的稻草 阿和才安然无恙 可是这山洞处于荒郊野外 阿和喊哑哑了嗓子也没人听到 救命啊 救命啊 大冬天的谁会来这里呢 我还是省点力气吧 好在这里面温暖避风 否则我就是不饿死也会冻死 阿和在山洞待了整整两天 他随身带着的食物已经都吃完了 如果再不能逃出这山洞的话 就只能活活饿死了 求菩萨保佑我 求菩萨救救我 儿子 你干嘛非要带着小羊来这里啊 因为小羊喜欢这里啊 以前我总是带他来这里吃新鲜的嫩草 可现在是冬天 这里哪有什么嫩草 哎呀这里好冷啊 我们还是回去吧 小羊好久都没出来玩了 这段时间他总是在院子里叫个不停 一副很焦躁的样子 所以我才要带他出来走走 我只听说过遛狗遛鸟的 你倒好竟然遛羊 嗯 小羊你要干什么啊 他这是要干什么 快追上他 别让他跑了 哎呀不好我们的羊掉进山洞里了 哎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爸爸你快来啊 这山洞里面还有一个人 是啊真的有一个人呢 儿子快回去拿绳子来 就这样这对村民父子将阿和从山洞里救了出来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没有你们我非饿死在这里不可 救了你的不是我们 而是你自己 当初如果你没有花钱救下这只羊 那今天他也不会掉进山洞里 我们也不会发现你 所以是你的善心救了你 啊行善得善果 看来真是如此啊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钟声里哭的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毒 我会想吩咒读一切生命 好想吩咒读一切生命 我可以的声音 好想吩咒读一切生命